韵妇的便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因为在妊娠期 孕肌素的水平增加 一致了平滑期的蠕动 同时使肠管的蠕动减弱 肠管的张力也是相应的减弱 排空时间延长 水分从吸收以后会发生便秘 此外就是增大的子宫 以及胎鲜路的下降 胎头的下降 压迫了肠管的下段 也会引起便秘 便秘了以后怎么办呢 主要是多喝水 我们可以多喝水 比如清晨起来喝一大杯的百开水 也可以多吃一些易消化的 富含浅维素的水果和蔬菜 比如说多吃一点豆类 红薯等等 这些食物是产气的食物 比如说也可以吃一点茄子 菠菜等等 这些含浅维素比较丰富的食物 如果是便秘比较严重的话 或者吃这些食物以后没有改善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药乳 比如说口服一些管蟹剂 比如说口服大黄苏打片 或者用一些开枝露 肝油酸等等 不要用巨蟹剂 比如说果导片 或者是番蟹液这种巨蟹剂